为什么中国的父母永远都学不会给子女道歉 上周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老家小姨晚上11点多钟给我打视频 说我弟在家一边哭一边砸东西 谁都劝不住 然后我就安慰弟弟 弟说感觉自己有抑郁倾向 所以才会突然控制不住情绪的暴躁和痛苦 就在这个时候 他爸就在旁边喊了一句 什么抑郁啊 你就高三了不想搞学习 一天到晚就你屁事多 我在视频眼看我弟马上又要哭了 我说你来生日待几天吧 姐姐去医院检查一下 昨天呢我就带我弟去医院挂了心理课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心理咨询 结果是中度抑郁 抑郁的原因就是因为弟弟的爸爸总是骂他 说老子在你这个废物身上花了这么多钱 你生出来就是一个累赘 然后我就当着弟弟的面 马上打电话给姨父 把前因后果全部都说了一遍 我没想到姨父的回家是 我是他爸 我做任何决定难道是害他不成 他个没良心的东西搞抑郁 他不跟我道歉就算了 还想让我跟他道歉 这可是真不是个礼啊 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是被他妈妈逼出的抑郁症 贴贴在他面前说 你嫁不出去没人要 然后他妈陪他去看医生 哪怕医生都说了 要妈妈不要把孩子绑得那么紧 他妈也能当着医生的面跟女儿说 哼你这就作出来的病 你说你那么挑干什么 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我觉得很多父母就是这样 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在孩子身上找问题 再强调自己的无私奉献 给孩子背上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 就算你把他残害你的证据摊在他的面前 他也能昂着头死不认错 好像父母生了我们就拥有了我们作为人的一生解释权 是什么原因造成只有中国式的家长呢 因为在长久以来的家庭传统里面 哪怕只有三个人要营造出一种当家做主的威信 父母都在维护自己在家庭里的专断地位 他们要用不道歉来确定自己在孩子眼中的权威 生怕一句对不起 就会让他们的好父母身份瓦解 他们深信天下无物事之父母 哪怕打你骂你伤害你 只要他们认为出发点是为你好 错了也是对的 而你要是表现出受伤了 难过了 他们只会高傲地说 这件事都承受不了 这么脆弱你还能干嘛 他们的面子不能掉 权威不能丢 当然还有三种变位式道歉 第一种是台阶式的 饭做好了出来吃饭 第二种威胁式的 你爸都主动给你讲话了 你还要怎样啊 第三种推卸责任式的 要不是你平时怎么怎么样 我会认为是你做的吗 这种变位道歉表面在道歉 实际还是在指责 他们自己可以犯错 却要求你是一个完美的小孩 他们骂你的时候可以情绪失控 口不择言 却要求你不记仇 拥有自愈的能力 可他们忽略了一些事情啊 父母要是不道歉 孩子是永远学不会道歉的 孩子又不傻 你是在真的平等对待他 还是在无时无刻地使用 父母这张免罪金牌 这些都会在孩子长大之后 演变成如何对待你的原因 作为孩子 我也知道 人人都教你要与原生家庭和解 但很多人之所以没法和解 就是因为 我们从未听过爸妈 对自己说过一句 对不起 中国的父母一辈子都在等着子女感激 而中国的子女一辈子都在等着父母道歉 希望到我们做父母的时候 可以打破中国式家长的魔咒 可以学会放下家长的权威 真正地俯下身来 平等世人 理解他 引导他 能发自内心地跟孩子说一句 爸妈错了 对不起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 零现金 来抖音急速版 是 然后 感谢观看